在那画面里还会掉眼泪 那都是一看就知道情伤很重的人 我就很想问做曲人陈维权 你是了解了荣祖儿有这一段过程 才把他写了这样的曲 还是那个做词人先写了词以后 你才谱了这个曲 我想你跟荣祖儿应该有某个程度的情吧 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很少人会问 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这一首 那大部分人问我说 这是我18岁失恋的一首歌 但是其实真正是我先有了这个歌词 然后我坐在钢琴前面 刚好那时候我失恋 我就谱上了这个曲 然后就有了明天爱谁这首歌 好那请问一下 这歌交到荣祖儿的手上的时候 他什么感觉没告诉你 没有 其实到现在我还没问他这个问题 那你听了他唱以后 有唱到你要的感觉吗 我觉得他非常 本来就是很好的歌手 很会唱歌 所以我觉得他 他诠释出来一点都不让我觉得说 有做不好的地方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好 要不要这样问一下 陈威权 你算不算跨了90年到现在的艺人 不算 你算完全形成员 我是00后的孩子 好 00后出道的创作人 为什么我要这样问你 因为在00之前 你一听那个声音你就知道这个人他有沧桑 他有经历过这样历程 可是00之后的人在诠释歌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不见得听得出来 就好比我听荣祖儿 我才会刚问你那个问题 你知道我的揣摩是 如果荣祖儿有真的打动我的话 那绝对是跟你陈威权 聊过以后 你也别太感动了 最后你写了这样子的歌给他大麦 因为当时我们都很年轻 我才18岁 他应该才21岁 但是他那时候已经是香港小天后了 所以我当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哇好开心 我人生发表的第一首歌就卖给香港天后 因为是我第一首发表的作品 2002年 2002年 那时候你18岁 还在念大学 然后手机呢 还是用那一种 只能够玩那个Nokia 333310 那叫做很有人性的手机 那个年代是这样讲 就3310 那时候我在念大学 在哪里念 在马来西亚 然后那时候手机刚好没电 然后我经纪人找 那个词曲版权的经纪人跟我说 你卖了一首歌 我就看到简讯之后 没电了 我赶快去电话亭打电话给他 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他跟我说 卖给荣祖儿 我说真的假的 你不要骗我了 那时候心情是非常开心的 你可见的是被人家 荣祖儿清点了 听了这歌的时候 我想他那个时候 应该也不是他挑选了 应该是唱片的那个NR 或者是制作人 然后挑选了这首歌 很巧的地方是他唱完三个月之后 这首歌江美琪在翻唱 对 也是主打歌 你看可见的 人家都把我们的歌当成主打歌 这首明天爱谁 是不是给还是新人的 还是大学生那个时候 陈威权来讲很大鼓励 很大鼓励 所以很多人以为我那时候 就是已经是年纪很大的人 真的 因为我刚好第一首发表的作品 就是主打歌 所以是非常幸运的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陈威权应该是一个老头子 对 好 那我请问一下陈威权 你说那时候你18岁 对不对 你几岁开始会写歌的 14岁 那才四年的时间当中 你酝酿了多久 其实这四年 应该是回溯前 对 我小时候就非常爱唱歌 那我很多时候在唱歌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我在哼的是谁 谁的旋律 后来我在14岁那天 我听到一个电台的访问 刚好是品贯 那时候在马来西亚 他刚好是光良品贯 他上节目的时候 他有说了 他说他14岁开始学吉他 是因为想要创作 我想说 哇 原来学了吉他就可以创作 但是我平时哼的旋律 要怎么记录下来呢 我就开始去学吉他 然后开始就买了一张 一个录音机 那时候还在用卡带 就录卡带 然后把自己的旋律录下来 我那时候14岁开始写歌 我每一天给自己的功课 就是每一天写一首 试试看 然后结果就这样子 每一天就写出了很多歌 所以我14岁到17岁 我已经累积了过百首的创作 我17岁那一年 我参加全国创作比赛 我得到冠军 所以我要刚刚想了解的 就是这个原因 每一个人当你人家说 哇你好幸运 18岁第一首拿出去的歌曲 明天爱谁就被容祖儿唱成主打歌 后来江美琪又唱成主打歌 你好幸运 那我觉得幸运的背后 绝对是你刚刚讲的 你没有那一百首以上的历练 你哪能那个幸运的机会 对对对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你怎么去练吉他或者是弹琴 我每一天几乎坐在钢琴前面 我下课之后 就丢下包包之后 没有什么念书 我其实不太爱念书的人 但是我算是 吸收能力也蛮快的 放下包包之后 我记得大概 有快一两年的时间 坐在钢琴 是大概有八个小时了 有一天 每一天 钢琴面前 就是一直在哼哼唱唱 然后唱到邻居都已经知道说 哇我会唱歌这样子 因为整条街都知道我在哼唱 我就是喜欢写歌 那个时候你是从14岁开始算起的 对不对 对对对 你晓得吗 我曾经访问过那个很有名的 做音乐的钢琴手 他已经成名了 他都说 我现在每天至少要六个小时以上 坐在钢琴面前 我那时候还觉得你不会烦吗 后来我发现 当你有兴趣的时候 一点都不烦 对对对 而且时间过得很快 我下课时间是一点回到家 然后我可以弹钢琴 可以弹到晚上九点 那你知道陈维全 你注定要走这个行业 开始的时候 我家人是半信半疑 因为他们觉得说 看陈维全可以玩几久 玩多久 玩多久 可以玩多久 对 就是因为他们不会觉得说 我可以玩很久这件事情 真的没有想到 已经玩了快20年了 请问一下 在马来西亚那样的一个国度里面 对孩子要走演艺圈 是不是抱着一个憧憬 在我那个时候是没有人试过 所以没有什么歌手 沙巴出了两个歌手 是有到台湾发片的 一个是谁 一个是曹格 曹格 然后一个是我 所以对很多的 而且我那时候开始发第一张唱片的时候 曹格 我在马来西亚先发唱片 那时候曹格还没有在这里发唱片 是 所以 没有人会想到说有一天 沙巴的一个孩子 能够到大城市 或者是到台湾 去做自己的音乐 因为对很多马来西亚人来说 能够到台湾发片 是一个梦想的事情 对 因为台湾的音乐 影响了非常多东南亚的人 所以我小时候都在听 我自己很爱听像滚石以前的歌 然后非常多 那我爸妈很爱唱邓丽君的歌 我们那个年代的 对 然后像这个 这一个大牛歌 他在马来西亚是非常红的 是是是 大牛 所以 对面的女孩走过来 那个是阿牛 不一样 不是 大牛是那个 罗石峰 你讲的是我们的大牛 对 大牛歌 对 无焉的结局的大牛 对 对 那他红的话 林苏龙一定也红 红啊 对 那林苏龙红的话 龙飘飘也在马来西亚红 龙飘飘是天后 那龙飘飘红的话 王子雷在那里也红 王子雷我反而比较没有听到 但是龙飘飘是过年专辑 一定会听他的歌 对 可以卖十万张 听说 真的 到现在 到现在听说还可以去做秀 对不对 他应该过得蛮好的吧 因为还是有很多东南亚的朋友 就这么喜欢龙飘飘 你刚刚讲 不管龙飘飘 林苏龙 或者是大牛 罗石峰 我觉得对我们这一代来说 是记忆 是回忆 我们小时候听的过年歌 然后或者是很多爸妈喜欢听的歌 都是他们唱的 那马来西亚 大概在30年前吧 很流行 就是家里每一个人 都会有那个卡拉OK的那个半唱机 然后我们唱的歌基本上就是台湾这里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能够到台湾做音乐 都是我们是用梦想来想象而已 然后真的发生的时候 我真是非常开心 可想而知 我只是今天现在见到你 我才觉得忘了带样东西给你看 我在马来西亚出过四张唱片 是吗 那是在1983年的年代 我还没出生 当然 对 不是你爸妈的年代 对 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流行一个风气 也应该说东南亚风气 就是当唱片公司来找到我们的时候都说 你不要讲你是台湾人 我就把你丢到那去投石温路 如果中了 你再回到东南亚 大家不一样感受 至少他们会认同你 你是我们那一块土地出来的人 那时候老板跟我这样讲 所以凯旋唱片公司 大连唱片公司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接触过的 我才会讲说你说的 前辈前辈 像龙飘飘会走红 我真的是相信 我们那个年代就知道 他在东南亚是一知天候 太厉害了 他到现在 他的过年歌还是很多人听 原因在哪里 你先分析 你是音乐人 你又是制作人 我觉得是记忆 大家对这个已经有情感 声音的记忆 声音的情感 你冲了这个小点 你到台湾已经多少年了 13年 陈威权到台湾13年了 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 荣祖儿 还不是你打进台湾的第一首歌吗 我来台湾住了13年 第一首发表就是18岁 就是荣祖儿这一首 没有错 好 那这13年下来 你觉得你这一代 这一代的歌手 零后的 你叫零零后的 零零后发片吗 对 零零后开始正式进歌坛的 零零后发片的很多 周杰伦也是零零后的 对 你们这一代的年轻朋友 对我们来讲 不是记忆的是什么 对你们不是记忆 那是对现在很多人是记忆 对现在的这一群 零零后出生的小朋友们 或者是90后 80后的都是记忆 我想问的是说 嗯 在龙飘飘那个年代的90年代 你刚讲 其实他们真的 不要看歌词 就知道他们在唱些什么 对 到了零零后以后的歌手 是不是有一种特质 在你们身上 是我们没有办法 哦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哦 对 我觉得现在大家想要听的 不是唱的好这件事情 哦 大家想要听的是特色 特色 而且你这个人在想的是什么 嗯 所以我 比如说我问周杰伦 他为什么要唱歌 唱得咬字不清 你问 你问过他是这样 他其实很多人都问过 同样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他很聪明啊 这是他的特色 嗯 他这样回答吗 呃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 要有辨识度 他这样子唱法 就是会让他可能唱出来 不是那么的清楚 嗯 但是这个就是他的特色 如果他今天唱得很自尊腔圆 我觉得可能那个味道 就不是这样子了 陈威权足以做很多歌手的 一些老师 因为你13年当中 随便看看你的成绩 都让我吓一跳 不管你是经典创作 或者你是做制作人 没有了还在努力 都很丰富 所以我说你绝对有资格 去谈一个就是 现在零零后的 像你们这样的歌手 嗯 靠的是什么 现在靠的就是你的 呃 你的想法跟特色 譬如说 呃 这一届金曲奖 嗯 呃 六王 就是 六王 六王 他们会觉得说 哎 为什么是一个 呃 说唱的 或者是他能够得 这个金曲奖 最佳男歌手 是 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可是我 我自己 很open mind 我是觉得说 这个就是趋势 因为现在年轻人 喜欢听的歌 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年轻人 才是pop最主流的TA嘛 对 所以大家喜欢听这样子的歌 当然他会被肯定 而且 六王会肯定 他也不是 随便随便的一个人 他也是台大的学生 嗯 他也是一个有想法的年轻人 他讲的东西 其实 我觉得是 很值得去听的东西 嗯 所以您刚刚讲 陈伟群你说 现在00后的 创作艺人啊 嗯 或者歌手 卖的是想法 卖的想法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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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可能不会让大家想说 哎 他又喜欢烹饪 又喜欢 呃 做fashion 到底他定位是什么 现在不会是这样子 他 譬如说 呃 OZ 你一听就知道 OZ就是叶玲的儿子那个 对 他就是很清楚 就是他是 呃 就是嘻哈 嗯 然后饶舌 然后 可是还要唱得非常好 嗯 然后讲的就是 可能 呃 比较fusion的一些想法 嗯 那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大品牌的 的一个公关 嗯 我想找一个 有ABC背景的 嗯 我可能就会马上就想到他 没有 因为态度非常清楚 态度 嗯 好 那我这样再回过头 不要客气告诉我 嗯 陈维权 听说你有一大段时间没有出片了 对不对 对 我有五年没没发片 对 经过这五年的 呈前也好 嗯 或者在做幕后 你又重新出来了 现在你的想法跟态度是什么 做现在的专辑 我 我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 其实也是 呃 跟我这五年的经历有关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 嗯 因为呃 我 我碰了非常多 很有才华的年轻人 嗯 呃 我觉得有才华跟有想法 是两回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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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